天窝蜂蜜 一大赞助的金星状火星 各位观众可以上到网站上 点击优酷网 迅雷看看PPTV PPS 还有奇异网 都能点看到我们精彩的视频片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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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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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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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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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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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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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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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很关键 315打架有点美好 因为终究有个地方 吓唬吓唬他们 但是真要打 他不可能真打的 他只打得动的就打 打不动的根本就不打的 要打出矛盾来的 他想到念头就逃跑了 315是个好事情 起码有一天给我们来 把目光集中在位上 但是从这引发出来 是咱们中国的食品安全 这个是太大的 比较一下吧 不怕不失货就怕货比货 麦当劳被揪上来 无论是广告也好 这都没问题 起码人家敢说 我就有质量问题 我敢承认 那咱们中国的食体 尤其家敢承认 好 来 看下一个新闻来 看 看 看 往前跑 再跑 再跑 我怕你怕我 除夕清晨 一名来自南京市 跟随父母到美国旅行的 四岁幼童 以他自己独特的裸跑方式 在美国纽约 零下13度的暴雪中 迎接2012农历新年 近日 这段视频被孩子的家人 放到网上 四岁罗跑地 迅速引来了网民关注 爆红网络 短短几天 点击率高达26万多 对这种极限教育方式 网民们也是议论纷纷 欧贬合一 刚刚我没听起 这孩子的爸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 我怎么看像希特勒的孙子一样 我非常怀疑 我非常怀疑 他为什么没有在美国被抓起来 我不知道 他不是在美国去做 他是过年带儿子 到美国去休假干嘛 他觉得用这种方法 可以锻炼他儿子 从小一个抑制 真的太惨了 我刚才眼泪都快出来了 真的 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 我觉得真的看不下去 所以 这不是教育 但我告诉你 这是催残 这个就是传播上出的问题 传播 他最大的问题在于 层层传播之后 他的新闻的实质会发生变化 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被认为两个字 一残二诈 言起来就是残障 残是指他的身体 障是指他的智力 对 说父亲就建议 严重心脏病可以抛弃 结果父亲通过 种种这种严酷的训练 他现在试的字 比同龄的孩子多很多 智商比同龄的孩子高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看 我们现在社会 整个一个少年儿童 整体状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我们主要矛盾 我们现在的孩子全是软带 特别是男孩子 我们这个娇生惯养 已经到了这个 简直是错目心惊的程度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孩子 是不是合适使用这种 如此严酷的这个手段 但是我觉得对他们进行一种刺激 以及这种训练 对他们的成长绝对是有帮助的 而且这个孩子的最后的结果 这个父亲的手段是恶劣的 但是结果 他现在的结果 我觉得一般的人是很父母 是很难做到的 那个教育呢 是一个是科学 一个是训义 这个孩子运气还不错 没有死掉 但你说我们80后 90后 现在身体一碰就散 你不信下去碰碰我们 拿一个散 他们没散 你就散掉了 你信不信 我们的孩子并不能够软弱 所以我以为孩子成长 有一个前提 就是爸妈要做个表率 做个榜样 你如果要吃苦 我们首先吃苦 如果我在现场 你少等话 如果我在现场我就猜个猪子 肯定把他拔的衣服 马上拔了就生个苦头 一起跑 然后跟他羊一起跑 到最后也喊来抱抱我 让我们去抱抱他 有没有想过 郭老师 你这刚才的说法 与事实相当的不符 因为我们目前 这个少年儿童的实际情况 大家都知道 你们都父亲都有 你们没有孩子的话 你们又看到 你们这些小弟弟 或者是侄子 他们的教育过养状态 这种训练出来的孩子 他 我说 他本来是一个 他的起点是什么 残障 最后达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从结果本身看 无可厚非 但是过程当中 我认为值得上去 王老师 你的结果是指什么 这个孩子 这样的训练方式 他一定心里会有阴影的 我告诉你 如果是爸爸 跟他一起来做游戏的方式 争得孩子的同意 我们一起锻炼身体 在严行当中 提高自己的能力 提高自己的抵抗力 我觉得是OK的 这个孩子在生生地叫着 爸爸你抱抱我 而爸爸说 不要紧 你不要紧 你不要紧 这是很残忍的 这个孩子内心是很恐惧和无助的 这么一段视频 只是把一个整个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 如果刚才我没有听 飞学兄这么介绍 他是原来 被界定为残障的话 我也会觉得我会跳出来痛批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刚才他上面一上来讲得很清晰 再来我想原则上提醒各位一句 如果这个孩子在从头到尾视频当中 是哭闹地觉得说 我很冷 我受不了了 这是一个情况 刚才一个四岁的孩子对他的父母要求说 父母抱抱 他不用在冰天雪地 他也可以穿了很多衣服 三四岁的孩子要求父母抱抱 他冷啊 很正常 这个我们不能这么断定 你刚刚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我说了我强调我不赞成 这样的这种方式 可是用这样一段视频里面 我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用寒冷或者怎么样 我们是用我们的标准在衡量 说不定他从出生开始 就在接受这样一年看的东西 所以我说 刚才我觉得飞学兄前面讲的 用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断章取义 或者是片段的东西 来做全面的批判 我认为还是多多少少不妥格上去 好 我们下面进入一个观众的问题 来观众来 这个位观众说 您说 首先我是 是我觉得就是说 播放这个视频也是别有用心的 我觉得他没有就是做任何的说明 然后只是放了一关视频 会引起大家很大的一个偏见 对 就是到底是因为残障 还是其他的原因 我先打断一下 请教你一下 你既然看过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 请问你 他是这个只是他四岁以来 第一次父亲把他的衣服扒光了 在雪地里 还是他从小就曾经受过这样的准备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 就作为孩子 他是不是有自己的权利 到底是他是 就是说整个家庭 有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是不是要这样做 这个在我们 目前的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说这样的行为 很难有具体的法律条文 去约束他 所以现在我们很可悲的是 我们讲 对孩子有监护责任 监护义务 但是我们这些都很空 你说你这样对孩子 可能就这一个孩子而言 他是有病 我们需要去强化他 训练他 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 放在其他人身上 或者通过媒体的播报 被复制 被很白痴地复制 我们说放在一个健康的孩子身上 对 很合理吗 不合理 而我们的法律 对这样的事情 如果这个视频 就像换句 就是说那个 他的前因后果 是这个原因 如果我是这孩子父母 只有这种方法 锻炼他的体质 能救他的命 也许会采走这种方法 但绝对不是 用我通过这种方法 给所有的孩子告诉你 锻炼你的孩子的意识 通过这种方法 那就是误导了 那么这样一句话呢 如果就不过来呢 孩子在走向 告别人生的时候 造了多少的罪 这个 这个就是特别矛盾的 这个真的很纠结 我也加一句话 我的儿子啊 反正我认为是 反正各方面都不如 我在那个年龄时候的情况 身体状况 身体状况 所以我看来真的很受启发 所以我绝对今天夏天 也搞他一下 但这个不这么搞 我要让他早上 吴天荣起来给我练长跑 然后我要给他去买 那个就是跳高跳远的 各种各样器具 我要当一个体育教练 去训练他 然后他不好好的 听话的话 我会让他罚他 再去跑步 但是我程度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他给我的启发 是往那个方向 如果说这个教育的过程 孩子是快乐的 这个无可厚非 他的成功 是一种真正的成功 如果说这个孩子 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心灵被扭曲了 即便他是公认的成功 他内心不快乐 我觉得他还是一种不同 但我觉得通过 这段新闻来讲 对我们更多的人 点击这段新闻也好 从网上下载 这个新闻也好 传播的同事 又怕被误会 对了 要学会一种理性的判断 而且该带有更多的人性的关怀 这件事情 它有它的前因后果 不要觉得这个 这是一个方法来传播的话 那就错误了 以鹅传鹅传鹅传这个社会最大的固定 三月五日学雷锋纪念日 距离雷锋同志去世已经过去了50年 这50年社会发生了巨变 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巨变 50年后的今天 我们该怎么学雷锋 好 我先问一下 在下面 下面可能80后90后的 现在需要雷锋精神吗 需要 需要雷锋精神 了不起啊 台下这些都80后90后啊 我认为这个就真正点到点子上 我们现在可能不需要 你学习雷锋那样 当年的那样子的一种宣传手法 宣传形式 可是雷锋精神背后所带来的 社会上的道德价值观的 这种衰落 信用程度的衰落 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 真需要多一点 像雷锋这样的人 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陆老师 雷锋这个人的人 雷锋精神 我们现在解读是比较天面的 我们把他那好的那部分 全部拔到雷锋精神 那么他吃喝拉撒做 这算什么精神呢 人的精神呀 该吃就吃 该玩就玩 该干好吃就干好吃 怎么看怎么像个好人 雷锋就这个好人精神 我赞同陆老师的观点 我觉得不如真真诚诚地做一个好人 自己就是自己 不要去什么崇拜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应该效仿他 我觉得没用 关键问题是 当你知道社会上有很多服了老人 吃了亏 好像没有撞到老人 却被诉讼到法庭上的时候 你还能去真诚地帮助一个 你能帮助的人 我觉得就可以了 至于是不是雷锋 还是什么李锋 我觉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 陆老师刚才讲的 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 我们说一点雷锋正式的事 他是62年去世的 我是60年当兵的 62年对军队的要求很严的 但雷锋同时 作为一个小青年 很有良知小青年 到他买皮鞋 买手表 买皮价课 到他谈恋爱 好不好 非常的好啊 这就很像个年轻人啊 活生生的人 雷锋不这样 很时髦的 这才真正的雷锋 来 有个问题 来 关键提个问题 有个问题 为什么每次雷锋做好事的时候 边上有个摄影师会一直拍着的 为什么雷锋做了好事 从来不留名 但是日记本他都写下来的 为什么雷锋刚才说的 买皮夹克 买手表 他还有钱去捐助的 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没有出名之前 毛主任没有提示之前 提示之前 没有摄像机的 到后来摄像机就来了 雷锋的本意就是 我喜欢这些东西 是我的选择 但我同时帮助别人 也是我的选择 但现在我们可以谈到雷锋精神 其实陆老师说 雷锋的精神是我们要保持的 只要你做一个善良的人 在社会上做一个良好的公民 就可以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觉得当年 我也曾经问过 在那个时代 比如像陆老师他们这辈的 对 我问过很多那一辈的人 在这样的宣传架构之下 很多人当年是对雷锋是 发自内心的 崇敬崇拜 对吧 对呀 在那个时代 换言之这样的宣传方式 是获得效果被认同的 是的 今天我们其实坦白讲 很多社会上有一些人 我觉得这一定要界定清楚 大家在谈雷锋精神中 只是觉得 不应该再用那种传统的方式 来对今天的年轻人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每个人 自己要立志 我觉得前面刚才 闫老师陆老师讲 自己每个人立志 觉得说 我不比雷锋差呀 对吧 我每天日行一善 做点好事 干什么干什么 我觉得只要大家 真正认同 社会价值关系 我们大家共同去委屈 这个每个人都可能是 雷锋 咱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2012年3月 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的市民 突然发现 一项作为炒菜配料的大葱 突然价格高涨 一些市民反映 花10元钱 仅能买到两根大葱 涨价后 大葱的风头 甚至盖过了肉芹和鸡蛋 一度成为餐桌上的主菜 有网友调侃 经过了逗你玩 算你狠 姜你军 现在 农贸市场里 又来了一位向前葱 并一举成为 网络上最新的流行语 飞机有感觉吗 这个新闻 我是一个菜场爱好者 菜场爱好者 我姑娘们都爱逛街 我的爱好是逛菜场 所以对于这个贷的价格 我也很清楚 这个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就是油脂草做 而且他们的调查团队 非常的详细 他们会很清楚 中国哪儿产葱 然后今年到现在为止 产量是多少 然后他们突击的日期 从这一天到这一天 会算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就是炒作这一块的 我觉得刚才飞雪讲的这个 是已经点到了这个根上 就是在从 其实我们从两年前开始 逗你玩 算你狠 一路这样下来 其实他所代表的 有人说用这个指标 来观察通货膨胀的情况 我说就目前的情况来讲 跟前两年的情况越有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 当年算你狠 逗你玩的时候 确实当时物价高级 有通货膨胀的成分存在 可是现在的冲价的上涨 我觉得刚才 我们飞雪兄讲的 已经是非常准确 它是一个大宗物资的 炒作资质在运转 可是我看到这则新闻以后 其实我心里边是 有点担忧 有点心惊 也有点难受的 难受的地方在于 就他刚刚最后讲的 当这个价格被炒高了以后 农民自然而然 会觉得这有利可图 就会有一些根的去大量的去种植的这么个过程 可是当这个价格 当供应量达到了供给达到一定程度 以后这个价格自然下滑 农民到最后 又要再次受伤 这是我感觉的 我再补充一点 陆老师 这我们不能随便误道的 说话要有根据的 要是做了一个调查 从大通的产地 一直到每一个人的灿烂这里头 那所有的环节 就一笔笔钱架起来 就到那个价钱了 它基本上不是一个单环节的问题 单因素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把这个公息的关系 要基本保平衡 如果你基础的大通 重的很少 我们星球没减少 它肯定要上升 观念还比得上升 所以刚刚杨奥师说的 我们通货膨胀 二分下来了 其实是偶然的 我们一些通胀的因素 都在了 每个环节都在涨价 所以这都加到 就加到我们头上来 那我们百姓 普通百姓 我们能不能怎么面对 这种一种忽上忽下的那个东西呢 这个呢 我说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老百姓啊 其实是在这种情况方面 表现的整体智商是比较低的 不够淡定 所以就出现过 我们第一次就是通货膨胀 是在88年的时候 我们家隔壁邻居 我亲眼见到一浴缸的酱油 一个浴缸的酱油 浴缸的酱油 那什么洗澡啊 他们洗澡 他冲凉上面盖着一个盖子 然后我还见过人家买过五六百包盐 就是那个日本地震的时候 日本的地震的时候 对 这个都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盲目 盲目 很可怜 就没办法 他对这个反应是很强烈的 对 所以按我们历代的做法 在中国古代啊 炒作日常用品叫做奸杀 绝对的 是要抓起来杀头的 对 忽悠老百姓的 对吗 他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囤鸡居棋 对 囤鸡居棋是犯罪的 没错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逗你玩 算你狠 还是向前冲的 其实他这里面都有一个 供求关系的问题 还有炒作的问题 其实这里面都存在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大家都忽略了 比如说我们说 今年北方确实是天气比较 天气条件比较差 那导致了可能金葱的一些 价格上面的波动 但是我们说去年 在这个算的问题上 如果说大家觉得 哎呀 赚了一笔 农民都在 都在改种大算的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说 指导站的这些老师 你应该去向这些 我们说农民兄弟提个醒 我这个抱歉啊 我这个对不起啊 我这个忍不住啊 要打断您啊 这个不对 您也是名律师 但我必须要说 在我们今天 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现在窗口指导 已经太多了 其实这种市场关系 不应该是由政府的力量 来干预市场 市场的运作应该靠市场自己的 但是没有错 今天我们今天很多农民弟兄 他因为资讯的缺乏 或者他这个 其实他自己没有认清楚 老师主 其实你误读了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什么 既往的这些绿豆和大蒜的事件 其实它是一个综合因素导致的 并不是完全的一个 非常自由的经济效应 如果单纯是市场有对大蒜的需求 那么大家都去种大蒜 我想这是正常的 但是正是因为有人在 游资在炒作 确实出现了有炒作的痕迹 那么其实农民兄弟 他是不懂的 他只知道说 哎呦 收大蒜的人多了 收大蒜的价格高了 我明年就去种 我认为指导老师就应该告诉他 这里面你要看 有一部分是实际的市场需求 有一部分是人为的炒作 你再捧他说 你今年的这块东西 中葱还是中蒜 我关键不同意的地方 不再说指导农民 农民很辛苦 我觉得是今天因为流通环节 出现问题 出现缝隙 才有炒作之主 见缝插针 才能够给他们创造的 这个窗口跟机会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真正要防堵的 不是农民是否跟风 种某种东西 而应该把监管力度 放在这个流通环节上 避免这个中间 可能创造的炒作机会 那我们百姓该怎么办 我们是理性的消费 不买呢 还抵制呢 我们还要吃葱的 我们怎么办 陆老师 你觉得 肯定还要买 还得买 那没办法 我买一根充两根充 花不了几个钱 我如果要遏制这样的状态 就取代政府来去管这个市场 我不够能力 我只有这么一点需求 怎么只有一点力量 但刚才我们严厉实说的话 杨老师其实他说的事 咱们就具体化了 就比较杨老师 我家去年都打算 赚钱赚大了 对吧 今年我们都打算赚了 可是今年都打算 那明年我做什么呢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我知道 五刚啊 董事长说 他们准备养一万头猪 他们算了一下 那个猪禄价格 比那个刚一斤算 一斤算的话 练刚不行 还是卖猪比较好 所以都去养猪去了 以前我的新闻讲过这个问题 我说将来猪肉啊 可能比熊肉还贵 咱们节目做到这儿 现在请各位专家和老师 对咱们这个 咱们生活当中 发生的所所随之事 咱们用的是 那个观点给观众 上网需谨慎 传播也需谨慎 好 来 严律师 可能你抱着很美好的愿望 走到这里 但是走出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劳动 来谋取最美好的明天 我觉得我们刚才讨论雷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是最棒的 就是我原来误以为 大家把雷锋都已经变成笑话在看 结果我现场听到很多小弟弟小妹妹 大声地喊出我们需要雷锋 这里面已经相对应于 我们现在的社会上的这种 错乱的现象 我认为这是可喜的 我要为大家鼓掌 好不好 谢谢 杜老师 今天那么多事件 我感受最深的是 享有权利和自由的认识 真幸福 我们一起好好 珍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 也高度尊重别人的权利和自由 好 非常好 生活在继续 话题每一天都层出不穷的话题 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的心情 就像日益变暖的替吼一样 让我们从来变得温暖一些 温馨一些 我相信每个人 每个成年人 无论你受多么高深的教育 没关系 但是你要学会对一个事物的 准确的判断 如果大家所相传 是个有良性的一种力量